各位同学 我们接下来要进行我们的第五个部分 要开始为大家介绍 如何实际的应用配方 到我们一个实际的应用范例里面去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人机界面的部分 那我们要做的范例呢 其实我们一样的 沿用我们前几个单元的范例 就是要控制红绿灯 那这一次呢 我们希望建立两组时间参数呢 当我们在调整红绿灯的时候呢 它就有不同的一个闪亮的一个时间 所以呢 首先我们要建立这个配方表 那根据我们前面所介绍的 我们只要到选项下面呢 选择配方 然后启动这个配方的功能 设定我们所要的组数跟长度 还有建立我们配方表之后呢 就完成了一个初始的配方表的一个设定 然后呢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到我们人机界面的一个通讯参数设定的部分呢 完成我们相关的一个通讯设定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外部的一个装置记忆体 来进行画面元件的编辑 那我们在画面的部分呢 因为我们要控制我们配方的调整 所以呢我们就要去我们的模组参数的地方呢 去设定我们配方控制奇标相关的功能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在命令区里面 把配方控制这个选项呢 一定要把它勾选起来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根据它不同位元的一个功能呢 利用按键来设定我们配方读取或者是写入 或者是调整配方组别的一个这样子的功能 那利用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在一些按键元件的机体位置呢 利用我们设定的方式来改变配方的参数调整 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在我们人机界面呢 增加一些画面元件 比方说呢我们可以使用设常数按键的这样一个功能 然后呢针对我们这个配方的控制奇标呢 来设定它的一个变化值 所以在我们这里呢我们设定值为2的时候 其实就是会改变我们的bit1 所以呢这个按键呢就会让我们把配方呢 从plc里面读取到我们人机界面上面来 那同样的呢我们也可以设定一个按键呢 来下载我们的参数的这个配方呢 到我们plc里面去 所以我们这边设定值是4 其实就是对应到我们的bit2 也就是配方写入的这样一个功能 这样子就可以把我们选择的配方呢 载入到plc 然后就可以调整我们plc的控制参数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另外设一个按键呢 来改变我们这个rcpno 也就是配方编号的一个按键功能 这样我们就可以改变配方 那最后呢我们就可以在人机界面上面呢 达成这样一个画面的规划 除了刚才所提到的按键之外呢 我们呢还有一个可以输入配方编号的一个元件 那所以我们输入一个特定的值 就可以改变我们的配方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从不同组别的配方 根据你编号设定呢载入到我们配方的缓冲区 除此之外呢当我们按一下这个下载配方的按键的时候呢 这时候我们的配方呢就会从缓冲区里面呢 下载到我们的plc里面去 透过通讯的方式呢 这些资料参数呢就会移动到我们的plc里面 就可以改变我们的控制行为 那最后呢如果我们需要把plc里面操作的参数呢 传回到我们人机界面上面来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按键呢把它载入到人机界面里面 要注意的是呢这时候同时有两组会被改变 一个是缓冲区 还有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指定的这个参数组别呢 也会被改变 那所以我们完成这样子的画面规划之后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段影片 看看怎么样完成这些画面的设计 在这个范例中呢我们将使用到人机界面的配方 还有通讯的功能 所以呢有关的设定呢比较繁琐 请大家稍微耐心的观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方呢 可以从这个地方选项配方来开启 开启之后呢我们这边已经点选启动配方的功能 那我们把我们的配方呢储存在我们人机的断电保持区 我们将我们的配方的大小设定为两组四个长度 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呢有两组 然后呢有四个参数 所以总共有八个 那我们可以点选我们每一个呢输入各对应的一个参数内容 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利用我们开启的功能呢 从档案里面载入我们的配方 所以我们的配方事实上是可以存在我们的电脑里面 然后再载入所以这样是一个蛮安全的一个做法 所以呢我们设定好配方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用储存 然后就可以把它存到我们电脑的某一个档案里面去 利用这样子的设定视窗呢我们大概就可以完成配方表的一个设置 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要设定的就是我们相对应的 在我们外部装置我们的配方要使用哪些记忆体的位置 那所以我们透过记忆体位置的点选 那我们就可以选一个通讯铺 然后相对应的我们的D资料暂存器 然后呢起始位置 这样子呢就完成了我们配方的一个初始设定 那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选用了D20 那因为我们长度有4个 所以等一下呢在我们的外部的PLC里面呢 从D20 21 22 23 4个这条暂存器呢 就会被我们使用作为我们配方的记忆体 完成这样子的初始设定之后呢我们就按确定 接下来呢我们既然已经有一个配方 那所以呢在我们的元件呢我们就可以去规划 跟配方相关的功能 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配方呢所使用的 我们利用的数值显示的方式呢把它呈现出来 所以呢我们的配方的一个暂存器呢 从0 1 2 3 这个是我们的配方的缓冲器 然后呢我们的实际的第一组配方是从 RCP4到RCP7 第二组配方呢则占有RCP8到RCP11 所以呢两组总共呢含我们的缓冲器 我们总共有三组占了12个资料暂存器 然后呢我们也把我们的PLC上面的D20到D23呢 利用资料显示的方式呢把它传回到我们的 人机界面画面上来看 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现在使用的参数 配方呢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内容 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设定了一个所谓的数值输入呢 让我们可以挑选我们的配方的主别 所以我们现在要用哪一个配方呢 我们可以利用这边的数值输入呢来决定 一旦我们完成了配方表的设置呢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怎么去执行配方的改变 所以配方的改变呢 我们这时候呢就要去看我们的模组参数的部分 在我们模组参数的控制命令 我们在这里呢分为命令区跟状态区 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曾经利用这个地方呢 来改变我们的画面 这时候呢我们同样的当我们设定好 我们的命令区的起始位置之后 这时候我们是把它设在外部PLC的D0 那我们呢跟配方相关的控制呢就会在这里 所以呢我们会用到D5 当作我们配方控制的一个暂存器 那这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 当我们呢将Bit1设为1的时候呢 就会执行配方的读取 也就是从PLC呢载回到我们的人机界面 那如果是Bit2设为1呢 就会将配方呢从我们的人机呢载入到PLC里面呢做一个更替 这样子呢利用这些各个Bit的设定呢 我们就可以控制配方的改变 如果我们要检查配方的话 我们也可以利用旁边的状态区 用这边呢D15来做检查 但是呢我们暂时呢先省略掉这一块 所以呢一旦我们设定好这个配方的命令区的记忆体位置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人机界面的画面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 我们利用这个呢所谓的设常数值的按键 我们呢相对应的在这里呢我们看到 我们呢利用D5 然后我们去设我们的常数值呢就能够去让我们的命令区的参数呢做一个改变 所以我们在这里有三个按键分别呢对应到Bit1 Bit2跟Bit3 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进行我们配方的调整的一个控制 那有了画面的一个设定之后呢 最后呢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通讯的部分 那我们通讯呢一样是用COM1 所以呢我们设名称呢是Link1 那这一次呢我们的格式我们采用Controller ASCII 那这一个呢是利用我们的RS232加上ASCII的格式 那我们预定的资料的通讯的格式呢 还是一样按照我们太达的预设的9600711的这样一个格式 所以完成这样子的通讯设定呢 我们一旦把程式呢下载到人机界面 在PLC端呢也设定同样的资料格式 那就可以在两者之间呢进行一个沟通 在看完这段画片之后呢 我相信同学已经了解到 如何的在人机界面上面完成一个配方的一个设定 跟相关元件的一个设计 那希望大家可以自己完成这样子的练习